今天大会主持香港大学临场肿瘤系孔锋明教授 具有30多年的临场经验 同时拥有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事业医师纪役 特别在肿瘤放射治疗方面具有很深的肇剂 当然中美多个放射肿瘤科社会的主持 有请孔教授 今天, conference chair, Professor Kong from the Department of Clinical On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over 30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is licensed to practice as a physic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nd with a particular expertise in radiation oncology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several radiation oncology societies in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今天是第三次 Next slide 你们下次下一个slide 卢成功夫人 卢聪华院长 卢聪华院长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再次跟科委中国抗癌协会 科普教育部部长 志教授 下面 志教授 请志教授给我们支持 谢谢孔教授 也特别高兴 这次的系列科普讲座 给通过国内外的知名专家 然后把癌症的预防 早诊筛查治疗的信息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传递出去 所以也很高兴 能跟孔教授有合作 作为中国抗癌协会 对不起 我们积极宣传癌症防止科普知识 所以现在按照世卫组织 公布的最新信息 全球的癌症 2020年已经接近2000万 全球的癌症患者 因癌症去世的人群 已经接近1000万 960万 中国大陆的癌症 2020年 确诊癌症的患者 到了457万 然后死亡的患者 也是超过了300万 所以作为一个常见病 多发病 老年病 慢性病 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社会 了解一个癌症的防筛诊治康 预防 筛查 诊断 治疗和康复 所以这样的一个 抗击 抗癌防癌 全球视野 这样一个栏目是非常好 所以得到了 我可以看到 网上 无论是 这个中国大陆 还是我们全球的 这些 网民们 都非常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所以 我也希望 这样的节目能办得更好 特别是我们的专家们 能用我们更多的 无论是基层医生 还是普通百姓 特别是患者朋友 能听得懂的一些语言 实力 包括我们的讲座的 患灯 都希望 大家能够去认真的去 听讲 我也希望 刚才看到这个整体的栏目 和这个节目的program 都有很多问题 仅仅两期 就看到很多网民 针对这癌症 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也希望通过这种专家的讲座 然后跟网民的互动 把更多的信息传递给社会 而这一期 主要是讲肝癌 肝癌目前可以说发病 死亡 确实也是一个很 很严重的一个恶性肿瘤 但是呢 这些年来 我们在诊断肝癌 治疗肝癌 无论是外科手术 法相药物 包括相关的治疗手段 技术 包括肝移植 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也希望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宣传 能让大家也能够坦然面对肝癌 所以特别高兴 作为中国抗癌协会科普部 和中国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 我们也特别希望 听取大家的意见 然后摆更多的社会关注的问题 特别关注的有些 新技术 我们不说 老百姓也不知道 所以希望摆以后的新技术 新药物 新的研究的结果 跟我们通过网上 跟大家共同分享 也再次感谢 孔教授组织的一个 很好的系列的 一个计较项目 那下面呢 这次 因为这次主题是肝癌 我本人是搞肺癌出身的 我特别隆动的介绍 这次我们的会议主席 来自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 我们的卢院长 卢总茂院长 他也是 前国际肝移植学会的会长 香港大学 马力医院的外科主任 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 目前也担任 肝胆移外科的主任 肝移植科的主任 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卢院长 给大家致辞 有请卢院长 你好 非常感谢 这个 抗癌防癌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特别是今天我们的题目 肝癌 其实肝癌的确实 对中国人来讲 是特别的重要 那么我就先利用这个最错的几分钟的机会 为大家在线上的朋友 介绍一下 到底为什么肝癌 对中国人特别的重要 那么你看这个名目上 可以看到 肝癌在全球 其实它是全球癌症 排名 是第六位 每年 九十多万 接近一百万 那么 这个 但是呢 它虽然是全球排名 这个 这个案例 新增 是第六位 但是呢 它在 肝癌症 引起的死亡里面 它是排第三的 这是说明了肝癌其实 这个 它的 这个治愈的机会 比其他的要低一点 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种癌症 那么全球 每年 死亡的 大概有八十几万 所以这个 对 我们国家来讲 下一声 对 对中国来讲了 那肝癌就是 比较多了 我们 肝癌在中国呢 是排名第五的 这个 比全球的排名 更高 那么在 中国 每年有 四十几万的肝癌 那么 死亡呢 也是排名 比较高 是 第二位 设计也是说明 这个 这个肝癌 这个是一个 比较难治的一种 质病 下一个 在香港呢 其实跟 内地也是 这个数字也是差不多 在香港 肝癌是第五位的 常见 常见的癌症 但是呢 它也是 这个致命率 比较高 它是第三位的 癌症的 致命的 癌症 这个每年 在香港700多万人口里面 每年 有2000多的 新 肝癌的新症 有1500多人 死于肝癌 就是说 这个肝癌的 病人里面 每10个 大概只有 20到25个 可以长期的 全活 下一个 但是 其实肝癌是 真的是 没办法治吗 其实肝癌是 有机会治的 但是呢 它的 治愈率 其实根据 它的分歧 要是早期 发现的 还是局部的 没有 扩散的 在肝里面的 其实它的 治愈率 是比较高的 要是它 比较晚期了 又或者是 它已经扩散 另外一个影响 就是那个 病人本身的 健康的问题 它的肝功能 还有它的 身体的 健康的方法 我就是说了 其实最重要一点 就是 要找发现 找治疗 就有机会 可以找治愈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讲一下 肝癌的防治 这个 早一点发现 确实 大部分的肝癌 特别是在 我们中国人 都是在 抑肝病毒感染的 慢性带群的病人 那么那些病人 要是能做 经常的 去做这个检查 做体检 其实是绝对有机会 找发现 找治疗 找治愈的 下一个 到底肝癌 有什么治疗方法了 其实 肝癌 到现在了 已经不单只是 这个外科的手术治疗 除了外科的手术治疗 当然肝移植 也是一个比较 更 极端的 这个手术治疗了 把整个肝 切掉 换了一个肝脏 但是到现在发展了 其实肝癌的治疗 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以手术 包括肝移植 肝切除 作为基础 加上一些介入的治疗 比方说笑容的治疗 这个 经动脉的 放化疗 还有放疗 然后在 药物的治疗方面 现在都有很先进的 包括了 传统的化疗 跟更先进的 靶向治疗 跟免疫治疗 有了这些综合治疗的方法 特别是 要是这个肝癌是能早发现的 其实很多肝癌是可以治愈 也就是 虽然有些不能治愈 也可以把股瘤控制 延长病人的寿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到 我今天讲的都在这里 我等我交回给大会主席 谢谢 谢谢 感谢卢院长对肝癌的总结。 我们接下来非常荣幸地请我们的外科专家。 感谢卢院长对肝癌的总结给我们希望。 就是肝癌其实早期发现可以治疗的,肝癌治疗有多血科,现在的前沿是多血科治疗。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有多血科的,除了卢院长以外,我们还有多血科专家在这里给大家来总结各方面的治疗。 第一个,刚刚卢院长讲到最重要的治疗手术是治愈治疗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最重要的能治愈的最重要的首选手段。 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张教授是我们香港肝癌外科的副会长,也是香港外科医学院副院长,也是去年还是百分之一香港大学citation学者。 他是在那个,现在是香港马力医院的顾问教授,肝胀外科的主管,还有那个肝胀外科的主管。 我们请张教授来给我们讲手术在肝癌中的作用,手术能治愈肝癌吗? 请张教授,有请张教授。 您好,能听到吗? 能 听到吗? 对,刚才 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这里我希望简单的把手术治疗肝癌的方案,这题目就是我们的朋友在网上留言想知道的题目,简单来说,手术能治愈肝癌吗? 我跟你说,大家朋友,我们有肝癌的朋友要有信心,手术是可以治愈肝癌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肝癌是一个症状,就是初期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很多病人到发现的时候就有肤痛,体重减轻,食用不好,有肤水,破损,流血的状态。 这是比较后期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肝癌的病人一般会有的情况,但是大部分的病人是没有明显的症状。 我们医生是怎么诊断肝癌呢? 如果我们抽血的话,就是验这个血清的胳胎蛋白,还有做超生,做有这个电脑扫描跟持日共振,就可以把肝癌找出来。 肝癌是一个伤长比较快的肿瘤,刚才卢院长也说了,它是一个头号的肝癌的杀手,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长的粗度,速度比较快,有时候它会穿泛这个门静脉,就是那个血弓到肝里面的血管。 这样做了,不单只影响那个个人的心体的状态,也会影响的肝功能。 以往来说,我们可以做这个血管噪影,去看清楚这个肿瘤的大小,但是现在的科技也是很进步了。 我们看到那个增强的电脑扫描,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清楚这个肿瘤的大小,可不可以开刀。 肝癌治疗做手术的挑战就是,我们遇到肝癌的病人,很多时候80%的病人, 它不单止有肝癌,它也有这个肝硬化的情况。 在我们中国,有80%的肝癌病人也是有医肝的。 以往我们这个意识不够,我们不知道医肝会忍制肝癌,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普查。 现在科技进步了很多,年轻的我们的国民都有做过预防的,打这个抑肝的疫苗。 我们有抑肝的病人,我们现在也叫他们要每六个月去做一次超生,也去念血,念这个噶胎蛋白。 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看到的肝癌也是比较早期就可以发现了。 100个病人如果走过来,来看我的门诊,我发现有45%的病人是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去处理的。 另外,一般的病人如果是比较后期的,以往来说就用孤私的治疗方法。 但是现在科技也进步了很多,那个靶向治疗跟免疫治疗在这两年有很快的进展。 我本人也有很多病人,在接受了这个靶向治疗跟免疫治疗以后,是可以降级,再考虑做手术是治好这个病的。 新的病人怎么可以做手术呢? 有三个条件,主要是身体,如果不是年纪太大,身体有其他的毛病, 例如,心状病,抽烟抽的比较多,有一个肺气肿的状态。 这个肿瘤大小是不是这个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我们的科技进步了很多,我们也知道这个肝胺解剖学上的知识也很多。 很多情况,就是复杂的情况,外科医生也可以用很高的手术技术, 把这个肿瘤切除。最重要的要一点就是,我们把肿瘤切除以后, 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肝状的容量跟这个肝功能。 我们就说,要多少的肝组织残留下来,我们才可以活过来呢? 肝是一个会增生的器官。 只要我们头10天,我们做完手术以后,肝的功能不是破损得太厉害, 它是会重新的增长的,它是会复原的。 一般来说,如果肝硬化的病人,我们做完手术以后,保留30%的容量, 手术是安全的。 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过去30年的时候, 在我们香港大学做了接近4000例的肝脏切除的手术。 手术的死亡率是低于5分之5, 并发症的机会也是少于5分之5。 所以如果我们挑选的病人是合服我刚才说的标准, 这个是一个安全的手术。 平均来说,五年的传活率就是50分之。 我们就是说,有一半的病人可以源泉治好的, 都通过手术的方式可以去治好的。 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做这个肝脏手术呢? 除了我们开放式的手术, 现在的科技也进步了很多。 我们可以用这个锁死红的微创手术, 跟机器人的手术。 这样做了手术, 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手术后的痛处, 也可以输短住院的时间, 比较快可以恢复到现在的我们的工作的单位去, 可以做过正常的活动。 最左边这个图就是我们以往用最传统的方式去开刀, 就好像一个奔驰的这个仿车的这个标志, 扩到很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肝脏看得很清楚, 才可以很喜事地把我们的血管游离, 跟这个肿瘤拿出来。 但是创口太大, 我们也知道会令到这个病人康复比较差一点。 所以过去的十年, 在开放式的手术, 我们也是利用一个比较少, 细小的创口, 去做这个开放式的手术。 在过去再新一点的, 我们就要用肤腔镜为创的手术, 还是用这个机器人手术, 就是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肿瘤是用几个手指孔就可以把它切掉。 那怎么把这个肿瘤拿出来呢? 我们就好像这个佛夫铲齿那样, 在下腹部开一个创口, 在下腹部开一个创口呢, 就比较伤口不明显, 也扶炎就比较快一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专家组会议, 在日本的圣刚, 是全世界的微创的专家, 包括我在来, 在卢院长也参加这个会议。 就是差不多在这个会议以后, 我们就定了肤腔镜肝切除手术, 是一个很重要, 也是很有效的标准。 在香港大学, 我们发表了这个文章, 就是在开放式的手术跟微创的手术, 一个治疗效果的对比, 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线, 就是微创的手术, 红色的线就是传统的开肤手术。 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知道开肤的手术, 那个传惑的传惑率跟微创的手术, 是两血是差不多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微创的手术, 那个病人的康复比较快一点, 流血量少一点。 那个由于我们把这个窗口, 由上腹推到下的腹部, 病人有的这个肺炎的风险, 也是减低了。 在香港, 我们也做了一个全球第一届的肝癌微创治疗刷研, 在2018年, 全世界跟亚太地区的专家组, 也在一起去研究, 用微创的方式去治疗这个肝癌。 去年在我们的国家卫健会, 也发表了这个原发性肝癌的诚治的规范, 也包含了我们在香港研究的这个香港的宣言, 在奠定了国家对我们肤腔镜、 微创肝切除的手术的肯定。 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知道用肤腔镜的肝切除可以更少的出血量, 在那个传活率上也是很好的, 也可以通过机器人付诸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 提高我们手术的效果。 除了肝切除手术, 我们用不同的手法, 肝脏移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的手术的方案。 如果那个病人肝功能太差的话, 我们可以把整个不好的肝状连同肿瘤切除, 换一个新的肝脏进去。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指标不是没有规范的,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的一个其中一个一致的标准, 就是肿瘤单一小于五公分, 或是三个肿瘤小于三公分, 这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但每个不同的地方我们也会考虑用不同的标准, 就伺服我们的肝源是不是充裕。 我们为什么有这些标准呢? 因为如果那个肿瘤太大, 我们做完肝移植手术以后, 还是要吃这个抗排期的药物, 抗排期的药物是会减低了我们的抵抗能力。 如果肿瘤太大的话, 吃了这个抗排期的药物, 肿瘤浮发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肝移植标准, 有一个很长的讨论。 我们希望用一个最好的方法, 最少的并发症, 把我们的病人治好。 肝移植的局限就是我们的肝源是短缺的, 太晚期如果有转移的病人, 也不是很合适。 解决肝源的问题, 我们在香港大学是做了这个 抗体肝移植这个研究, 也拿了国家的一等奖。 在1995年, 我们就开展这个肝移植的 抗体肝移植, 就是我们卢院长也是这个 抗体肝移植的先驱。 在香港大学, 我们的死亡率是0.5%, 并发症是少于20%。 在第一次, 由于肝源短缺的关系, 在外科医生的建议, 一般来说如果肿瘤是比较少的, 我们会建议第一次就用切除的方式。 如果有浮发, 还是肿瘤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第二次手术的情况上, 也可以考虑再切除或是用补救式的肝移植。 这是不同的手段, 通过手术也可以提高病人的传获。 除了我们刚才说了很大的手术, 微创了手术肝移植以外, 外科手术断也可以用烧溶的治疗, 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肿瘤破坏, 把它拿出来。 最常见的包括就是我们插一支针到肿瘤的中心点, 这就是我们说的射盆消融。 我们把这个针插到肿瘤里面, 再提高温度就可以把肿瘤砂死。 就像我们在厨房里面做的主食棒样, 就用高温的方式把肿瘤砂死。 另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海浮刀, 就是高强盗对焦超声的方式, 去把这个好像一个放大镜的原理, 把这个超声在一点里面提高温度。 我们不需要开刀, 也不需要插一根支针进去, 就在通过超声, 通过皮肤就可以把这个肿瘤破坏。 这个超声正复波的互相引动下, 也可以造成气泡, 把这个癌症的细胞破损, 做成这个治疗的效果。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做了海浮刀的病人, 就是做了治疗以后, 把这个肿瘤完成可以治好。 不同的病人, 不同期数的病人, 当然那个传活率是有不一样的。 第一期, 简单来说是两公分以下的, 五年的传活率是超过八分之八十的。 第二期就是五公分的肿瘤, 如果我们做了切除的手术, 五年的传活率也接近八分之六十。 那第三期, 第四期的病人是不是不可以做手术啊? 也不一定, 也要是服外科医生的判断, 跟这个手术的技巧。 在这个我们香港大学, 也有把第四期的病人, 包括肿瘤超于15公分, 还有年轻的病人有肺转移, 我们也做了手术。 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如果做了手术以后, 有八分之十的病人还是可以治好, 十年内也没有浮发的。 总结就是肝切除手术, 是最佳治愈肝癌的方法, 只要方法都以安全性也是很高。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标靶的治疗, 免疫治疗, 放疗, 我们有多中心的学科去讨论我们这病情, 每个人我们也会给他制定一个特别的方案去治疗。 如果我们的朋友有肝癌的问题, 请你向你的医生咨询, 我们要把咨询信念肝癌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治好的。 谢谢各位。 下面讨论环节有请孔教授。 感谢张教授。 感谢张教授的精彩分享给提供总的肝癌的诊断治疗, 还有手术微创治疗。 张教授是我们亚太地区的微创手术治疗的顶级专家。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也有幸的请到了余晓凡院长是深圳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院长, 深圳市肿瘤中心主任, 也是那个深圳市的微创学, 刚党外科微创学会前论院会长。 那么我们有一些公众的问题跟手术有关的, 有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 今年有一个病人试问, 今年六月份肝癌手术去数十二月, CT转移可以治疗吗? 那么我们请有余晓凡院长讲专家纪念, 然后我们纪论教授, 纪论主任, 纪论主任是我们港大深圳医院的, 深圳医院的那个主任医生, 顾问医生, 也是美国肝胀外科学院的院士, 是我们那个港大的那个肝胀外科的主任, 那么首先前两位专家, 我们你们对刚才那个张教授讲的问题, 可以补充讨论, 或者把这个第一个问题先, 把公众的问题先回答一下, 那个这是, 愚院长有请。 你好, 你好, 听到我声音吗? 听到, 刚才你们好像听不到我的刚才。 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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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孔教授的邀请, 非常乐意做这样一期肿瘤预防的这样一个活动。 刚才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6月份做的肝癌手术, 12月份CT复查已经发生复发, 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很难这样简单的回答,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CT的复查到底复发, 到底是在肝脏的复发, 是一个还是两个大小如何, 肝功能的基本情况怎么样, 这三个主要因素不一样的话呢? 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总的来说, 你如果是6月份做的手术切除, 说明你的手术耐受性和一般情况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半年以后复发了以后, 我想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 我们假设一下吧, 如果是复发的只是一两个, 而且个头比较小, 我们首选可以选这个色评骁荣, 这样一个方法来做。 当然也可以配合这位刚刚的几位教授都说过了, 可以配合这个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都可以配上去, 其实我们这种复发的小肝癌, 如果治疗及时, 它的五年生存率同样可以超过一半, 甚至达到60%,70%, 这是一种假设, 如果比较小, 小于三个病灶, 而且每一个的病灶都小于三公分, 就是应该首选色评骁治疗。 第二个的话, 可以考虑所谓我们的TIST治疗, 也就是说肝东麦的一个化疗酸塞的治疗, 这个对于病灶不太多的病人, 或者是指针跟那个色评的差不多吧, 或者总结稍微大一点, 都可以考虑TIST治疗, 但也可以联合把下加上化疗, 这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那么最差的情况就是说, 如果是肝脏里面非常多的这个小病灶, 那我想的话, 这个局部治疗的机会可能就没有了, 只能选择可能全身系统治疗。 我想对这样一个听众的提问, 我想做这样这种假设, 具体的怎么做, 我想一定如果在深圳, 可以来我们深圳市人民医院干的外科, 也可以找港道的纪教授, 纪人教授都在线上,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情况, 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是我对听众的一个回答。 我想补充一点的是, 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不容易。 虽然我是外科医生, 同样是说肝切除手术的, 但是我所经历的这个肝癌病人, 包括前面两位教授讲的, 我觉得科普宣传非常重要。 我在一个内科会上曾经听说, 我们国家大概有接近一亿的乙肝感染者, 但是据说只有大概不到三百万的病人, 得到一个正规的抗病毒治疗, 那可想而知, 这些病人当中只有几少多人, 重视到自己是一个乙肝携带者, 或者乙肝患病者, 实际这些病人的发生肝癌的机会是很大很大的。 可以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外科, 或者其他很多先进的手段, 治疗方面都非常有效, 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如果是一个小于三公分的肝癌, 和大于十公分的肝癌几乎就是两个病, 那他们的生存力和治疗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这样一个机会, 还是像我们的这些乙肝的携带者, 尤其是所谓老百姓说的大三羊小三羊的, 你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你们的体检, 我们要就是每年两次, 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地发现一些小肝癌, 才能获得更好的治疗, 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就是说一定取得不同大小的肝癌, 不同时间发生的肝癌, 他们的治疗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提醒这些乙肝病毒, 甚至是包括病毒肝, 这样一些肝硬化的患者, 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常规健康体检, 我就想补充这样一点, 谢谢。 谢谢余院长, 非常, 讲得非常到位, 那个, 剧主任有补充吗? 您, 剧主任, 我想余院长已经把这个内容分门别类, 各种情况做假设, 已经讲得非常全面了, 我想我完全同意余小坊教授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 就是还是要分肝癌, 你切除了肝本身有没有复发, 肺有没有, 肺的转移罩有多少大小, 刚刚余院长讲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我没有意见。 好,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就是放疗啊, 精准放疗这个好像在国内没有被非常普遍的应用, 而事实上就是说转移到肺里面的话, 那个三维力气定位治疗放疗可以肿瘤控制, 可以达到90%以上, 效果非常好, 一到三个都可以了。 对, 我想这里有一点,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孔教授说的非常对的, 尤其是如果是肺的肿瘤比较小, 但是他如果靠近这些肺门的大血管啊, 如果穿肢是有巨大风险的话, 在这方面SBRT这种精准的放疗应该是优于阿飞, 因为它的安全性可能会更高。 好的, 我们好像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外科的, 外科的问题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现在那个剧组, 可以啊, 这个问题我看到了啊, 它的问题是一位听众说这个肝癌手术后, 如何能够更有效的防止复发, 我想这个问题也要假设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术语叫阿灵切除啊, 也就是完全的根治性切除, 如果是一个标准的根治性切除, 目前是不推荐任何做任何术后的一个辅助性治疗, 包括配食啊, 或者术后去吃一些靶向腰物来预防复发, 仅仅是建议密切的观察随访, 这个观察随访的一个做法呢, 一般是建议头两年之内是每三个月做一次到医院来做一次检查, 如果是手术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根治性的标准, 比如说切缘是阳性的啊, 或者是术后一些肿瘤标志物还是升高的, 没能降到正常范围的, 那个要考虑这个不能叫复发, 可能是属于残留的一种, 那就要根据这个呢, 一般是推荐去做一些确管介入啊, 或者是吃一些靶向药物来, 这个叫做术后的一个应该属于辅助性治疗, 但是不能说是预防复发, 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理解和解答。 好,谢谢, 那个据主论我想挑战你们外科一下, 那个现在免疫治疗, 辅助治疗现在的情况在哪里呢? 是又是在临床试验, 还没在纸囊里面数据, 强的数据不多, 但是有些前期数据, 我们那个有没有这样的临床试验啊, 在进行啊? 我想您提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肝癌的术后复发率这么高, 能不能在术前去做一些新辅助的治疗, 来降低这个复发率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样理解, 对不对? 对, 术前一个问题, 术后的免疫治疗, 术前术后的免疫治疗, 因为这免疫治疗。 目前呢, 就没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就是在, 我知道有一些研究呢, 就是在一些高危的, 高危的一些复发的因素, 比如说甲带蛋白特别高, 术前的一些影像, 提示可能有一些血管的净润, 在这一类的患者呢, 有一些术前的, 比如说接受一些新辅助的治疗, 主要是, 比如说针对血管的血栓, 癌酸的这一类, 术前做一些SBRT啊, 或者是吃一些靶下或者免疫的治疗, 但是这一类的目前都没有形成非常强有力的证据, 因为这里面带来一个风险, 就是肝癌的肿瘤是一个侵袭性进展非常迅速的一个肿瘤, 如果你进行这一类的新辅助治疗, 会有多少病人因为肿瘤的进展而散失掉手术机会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关注, 以及是否采用这些术前的新辅助治疗的一个依据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需要等待更强有力的证据来推动我们去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等到那个马力院呢, 是有些临床试验, 我张教授要补充吗? 就是放疗跟免疫SBRT跟免疫治疗数前来降肿瘤, 有已经可以做, 就是这个效果还会不错, 蒋教授跟那个Albert Chen Leader的他们可能会今天, 也许会给我们一些等会会给大家一些最后会有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张教授跟那个卢院长有补充吗? 没有补充, 我们万全走那个。 那么就是接下来除了手术治疗, 我们关注卢院长有补充吗? 卢院长我看到您了。 没有,没有补充,没有补充了。 All right, thank you. So, thank you. 那么刚才我们的外科大咖们讲得非常的好啊, 非常的全面。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公众又问了, 有没有药可以治疗啊? 我们的记者论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这个是有的, 接下来会有讲课, 我们会有两个外科那个内科的专家会来讲, 有会大家给他讲一下, 把像治疗,免疫治疗, 还有综合的治疗。 好,这个问题就过去了。 那么另外呢, 肛癌晚期, 减免病人痛苦, 延长生命。 这个是另外一个公众的问题, 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那个剧组了也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我想补充一下肛癌晚期, 减免病人痛苦, 延长生命这个方法要因人而异, 因情况而决定, 根据病人痛苦在哪里, 很多病人会有痛, 在止痛的话, 用一个最重要的是支持治疗, 靠那个支持治疗是否有痛止痛重要, 那么放疗也可以止痛, 如果有阻塞的话, 可以用那个支架和外科, 我们介入科支架可以治疗, 然后呢, 就晚期的真正能够延长寿命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药, 现在就是说我们等会, 就是现在我说免疫也是一个新动向, 还是综合免疫放疗各方面, 那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方法的, 还有这个间接党红素, 这个问题呢, 第五个问题呢, 是属于不是直接跟肛癌有关的这个问题, 我们等会有一串就是比较远的问题呢, 都放在后面, 最后会再回答, 放在网上, 所以呢, 党红素膏说明是有可能是肛的问题, 也可能是党的问题, 那么非常的复杂, 我们今天就要重点对着肛癌, 这个就先不讨论了, 那个肛癌, 原发性肛癌复发以后, 就是治疗以后五年复发力是多少, 刚才我们外科已经谈了, 已经谈了, 就是有多少张教授已经谈了, 我们外科大, 他们都讲了, 然后呢, 就是说手术外有哪些治疗手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会来讲这些治疗手段, 有揭露治疗, 放疗, 靶向治疗, 免疫治疗等等, OK, 怎么护肛到了晚期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 护肛的方法, 这个记住了是你讲的, 你写的, 你来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吧,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保护肝脏的药物, 肝脏的代仓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它不需要我们来保护, 我们只需要去减少对肝的损害, 它就可以很好的肝脏, 就可以很好的运作了, 所以我们认为呢, 所有的药物可能都是对肝有损害的, 少服用对肝脏有损害的药物, 然后避免一些对肝脏有损害的, 比如说酒类啊, 煤变的食物就含有环曲煤素啊, 还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那些腌制啊, 这种食品啊, 这些呢, 另外可能在中国或者是台湾啊, 这些中就是中医的地区呢, 我们要就是对中药呢, 要非常小心啊, 就是因为有多种的中药呢, 是可以对肝脏产生损害的, 所以我总体来觉得就是说, 肝脏如果肝脏的代仓功能非常强大, 它不需要我们去保护的, 我们只需要去避免去损害它就行了。 好, 谢谢, 我觉得肝的那个中药这个问题, 我觉得蛮那个的, 其实中药引起肝脏节死亡是死亡率是蛮高的这个数字,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下就肥胖, 就是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很那个的问题, 如果能够减肥少吃点油也是有好处的, 我看那个我们其他专家有什么要说的那个对保干有什么保法, 当然这准备讲的那个叫那个不喝酒是最关键的, 避免吃霉的。 还有其他人有什么有其他专家有补充吗? 没补充我们那个有补充, 等会可以补充哈。 那么接下去我非常涌现的, 我们请到了那个王金华教授是中山大学肿瘤中心影像微创介入中心主任, 是中国医师协会肝癌微创介入专委会副主委, 广东省肝脏病学会综合治疗专业委员会主委, 那个王教授还有很多的社会的认识, 而且也已经三四十年给中国的病人, 很多的病人做了很多的贡献, 非常资深的专家。 我们接下来请王教授来跟我们讲我们观众感兴趣的, 我们公众感兴趣的, 除了手术以外还有什么治疗, 微创介入治疗肝癌。 王教授有请。 谢谢,谢谢孔教授的邀请。 我现在共享。 我停止共享。 这个可以了吧。 OK, very good。 OK。 好的,这个非常高兴, 今天参加孔教授组织的千秋视野, 来给患者进行一些科普教育, 来进行一些关于肝癌的话题, 给患者答应。 那我今天要给这个观众们讲的内容呢, 就是说关于我们走进微创介入, 我们用简单实用安全有效的神奇的介入技术来降服肝癌, 我来自于中山大学, 总流防治中心, 卫生介入科。 那我们从小到大, 中国人, 世界的华人可能都会知道, 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 就是西游记里面的齐天大圣。 我们记录呢, 其实也有点像齐天大圣, 王者归来的那么一种技术, 他的这个魔法, 孙悟空三大白国精,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了。 那这个白国精呢, 在我们看来, 就是在癌症里面, 我们当做一个肝癌来看待。 那我们介入医生呢, 就类似于孙悟空这一个角色, 手持金箍棒。 没完下走, 没完下走。 对, 那我们讲呢, 我们介入医生呢, 就类似于这个孙悟空这个介入医生, 那么他有一个长得火眼金金的这个眼睛, 还有呢, 就是手握金箍棒, 能用自己的火眼金金的识别这个腰膜, 那我们介入医生呢, 你可以用什么来识别这个肝癌呢? 而且我们用什么技术来降服癌膜呢? 我们也是靠着孙悟空样的18般的武艺。 我们刚刚刚我们讲呢, 肝脏是人体的重要的这个器官, 它是体内最大的一个胀气, 位于人的腹部。 那肝脏里面呢, 还有很复杂的一个结构, 首先是肝细胞是最重要的, 就是肝食指的部分。 同时呢, 里面还有很多脉管系统, 我们讲的有四号 这个系统是非常之重要的 哪一套系统出了问题 那我们的生存都要受到威胁 我们讲了肝脏对我们 这个生命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讲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线 也是我们生命的守护神 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呢 它要合成我们每日 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蛋白 脂类 糖类 维生素 同时呢 它既有这个将我们身体的 我们消化道 我们吃净的和我们身体代谢的 所有的这些物质呢 都要经过肝脏里面去分解 去解毒 然后通过胆道系统 排除那些毒性的物质 那我们讲呢 肝癌呢 是这个癌中之丸 刚才卢院长也这个非常详细 讲到了全世界 我们的 我们这个中国肝癌的一个发病和它的死亡情况 我们讲呢 肝癌是一个癌中之丸 那肝 肝癌从哪里来的 它怎么会长出肝癌的 那我们讲这是正常的肝 那很多 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呢 它还有上亚洲 这也都是一个肝炎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地区 那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乙肝病毒 那是这个 懈怠的 这个人群呢 它是很高的 然后面还有很多教授也会讲到 这个专门讲到肝炎的问题 那么肝炎 长期的这个肝炸 受到肝炎病毒的影响 炎症 最后呢 它会产生肝组织的硬化 显微化 这些硬化显微化的肝结结呢 最终呢 它会转变成肝癌 所以呢 肝癌的病人 我们去查它的乙肝病毒的话呢 有80%到90%的患者呢 它是会有肝炎病毒的懈怠 所以呢 肝炎肝炎化 肝癌是一个三部曲 那么肝癌呢 它有很多的类型 有的按照大小 来分类 小的中的大的 巨块型的 那么也可以按照数目 是单发的 多发的 也可以按照它的来源 来进行原发的转移的 也可以按照它的这个病理类型 有肝细胞肝癌 混合性肝癌 胆管细胞癌 还可以分期呢 有早期中期晚期 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 这些肝癌呢 我们讲呢 在肝内的肝癌呢 这个腰膜呢 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就像这个 汤森 经常会被那些腰膜 说蒙蔽眼睛 因为呢 早期的肝癌呢 它没有明显的 临床的症状 在肝尸症内 又没有 神经组织 所以呢 它在早期 没有疼痛 只有20%到30%的患者呢 它早期检查的时候 可能发现了一些 小肝癌 或者是早期的肝癌 最后当这个肝癌的患者 到了中晚期 肿瘤长大 压迫了肝包膜 因为肝包膜 有丰富的神经组织 所以它就会 产生剧烈的疼痛 还有呢 肝功能的 这个受到损害之后 损害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肤水 消瘦 所以呢 它就会产生明显的 临床的症状 这个时候 产生临床的症状的时候 病人呢 百分之七十八十度 是以中晚期的一个状态 那刚才我们 是靠怎么 这个来发现 就像孙悟空 他怎么去 发现那些妖魔鬼怪呢 我们讲呢 我们的 现在现代科学 我们是采用的一些 影像学的 一些检查的手段 像超生 CT MR 和 PCT 现在还有 PMR 等等 这么一些 影像技术 来识别 体内的 肝癌 病造 那肝癌 怎么治疗呢 那刚才 卢院长 还有刚才 我们 张教授呢 也都讲到 包括各种 治疗的方法 指南里面 都包含着 手术 系统治疗 放手治疗 以及我们的 微创 介入 治疗的 手段 有什么 事大 手段 为主 那我们 要认识 因为我这里讲的 给大家主要是介绍一下 介入方面 这么一个内容 所以呢 我们讲呢 介入呢 它是肝癌的一个大的 科兴 那么介入治疗呢 则我们讲呢 它首先呢 是要靠的 影像设备 火眼金睛 还有呢 我们要靠 这个微创介入的器械 就像这个金箍棒 孙悟空的金箍棒 那我们 这个要对肿瘤呢 来进行定向清除 就像孙悟空 用这个 他的这个火眼金睛 发现 这个妖魔 在用他的金箍棒 去这个 降腰除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么 这个一个 那我们从古代的神话 到我们现代的科学技术 那我们怎么去 把这两个 怎么能串在一起呢 我们讲的 我们现代科学技术 那靠的是我们讲的 是一种类似一下 GPS系统 那么GPS系统 我们现在每个人 包括现在这次疫情 你看我们做到哪里 都可以精准的定位 我们到哪里 那么现在的战争也是 都是通过这个 卫星定位系统 定向目标 再通过导弹 精准的发射 来打击目标 那我们的介入资料呢 它就有类似于 这个 类似于那个 从GPS定位 打击目标 就像到我们影像定位 肿瘤组织 尤其是体内的肝癌组织 可以来灭活肝癌 让我们靠影像设备 靠我们的揭露器械 来这个 一个是显示肿瘤 一个是这个消除肿瘤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讲的 就是影像 微生介入技术呢 它是一个 通过影像 作为引导 就像孙悟空的眼睛 然后呢 我们通过揭露的器械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 来达到灭活肿瘤 这么一个目的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像超生 CT MR DSA 等等 这些设备器械 那我们通过 这些影像的手段呢 可以对我们 身体的组织呢 起到一个 明察求好的 一个作用 从 现在从小到几个毫米 到这个巨大的 这些肝癌 都能精准的发现 还有这些 脉管系统的 肿瘤的侵犯 也都能有个 很明确的 一个显示 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将这些 二位的图 也可以变成三位的图像 可以更好的 更直观的 给表现出来 这些小的肿瘤 大的肿瘤 这是这些脉管系统 这些 我们也可以对这些肿瘤 在我们介入的资料前呢 进行一个规划 来进行这个肿瘤的 这个灭活前的一个 特别是大肝癌 我们用多针消容的时候 更需要进行一个热产的 规划 不针的规划 同时呢 对于一些产生 梗阻的一些肿瘤呢 我们可以 破通数 对于一些肿瘤呢 我们可以用导管呢 进行那个输送 这个酸色材料 来对肝癌呢 进行灭活的 这是可以通过 这些电击针 来这个消容肿瘤 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穿瘤针 来起肿瘤组织 来见面 它的这个肿瘤组织的 类型 这是我们所采用的 一些设备 这个冷冻设备 消容设备 还有包括海福 刚才张主任 也都张教授 也都讲到 这个我们这个介入 这个降磨除腰 这武器 是这个四八方武器 是什么呢 武艺呢 我这个用几个 简单的词汇来讲 就是通 阔 霜 毒 冷 热 电 灶 来这么一些 四八方武艺 这些武艺呢 我们可以 这是一些 这个酸塞的 这些技术 这是癌 这是肿瘤 我们通过血管 输送一个酸塞物质 把肿瘤呢 这个供血给酸住 然后呢 让肿瘤呢 饥饿 而产生死亡 同时呢 对一些 这个 肿瘤呢 肝癌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CT 持肱症的 这个引导 在用 消融的技术 射频 微波 消融技术 对一些 阻塞的 一个器官呢 那像 胆道的阻塞呢 我们可以用 支架 来进行引流 这就是 这个支架 就是用导管 来引流 梗阻性的 缓胆 当肿瘤 压迫 这个 胆管的通道之后 那我们可以 采用 引流的技术 甚至 支路 支架的技术 来扩通 这个 阻塞的 这个 胆道系统 这是 这个用 这个 这个 呃 试一图 这个 把这个胆子呢 梗阻的胆子呢 这个通过 精疲 肝脏 穿刺的技术 把它引流到 体外 改道 这是 采用肝动脉 酸塞 这个 肿瘤 插入 导管 注入 酸塞物质 使得 肿瘤的 血供 缺血 让它 肿瘤 坏死 这就是我们 做的一些 这个实际的 一些案例 这呢 同时呢 我们可以采用 冷冻的技术 把肿瘤呢 冻死 我们插入 电击针 在吸气的引导下 再采用 这个冷冻 把肿瘤呢 冻死掉 我们也可以采用 热的技术 就像微波炉 加热食物一样的 我们插入微波电击 我们可以插入 这个或者 这个射频电击 到肿瘤组织呢 烤死肿瘤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 电死肿瘤 现在 现在这个不可逆的 电缠孔技术 它没有冷 也没有热 只是 这个产生高压电 这个使得细胞孔 穿破 只是它的细胞的 孔的那个开放 不能回缩 然后达到一个 肿瘤的凋亡 坏死的目的 还可以采用 照射 用放射性粒子 直录道 还有现在的 Y90 V90 来把肿瘤呢 产生内照射的方法 使得肿瘤呢 照射和死亡 所以呢 我们讲呢 肝癌微串 接触治疗 它有 它的特点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们想呢 它的特点就是说 是一个精准 微串 安全 有效 快捷 它无需开刀 它通过景象技术 能清晰的 精准的定位 并造 明确肿瘤目标 操作过程呢 有实时的 引导与监控 它从眼端 就可以释放 这个技术 来通过针 通过管 来到达肿瘤 来避免我们 肝瘤 正常的肝瘤组织 其周围的组织的器官 受到的伤害 通过细小的导管 细针细管 使得组织的创伤很小 而且它可以重复 反复的进行治疗 我们 我这个写了一首 这个简单的 这个编了一首 简单的诗 就是说 微串介入技术高 管针远达 整又疗 灌 堵 隐通 癌磨消 创伤 轻微 显奇效 所以我们要让介入 我们要使用介入技术 让肝癌的治疗 变得简单 变解 有效 好 谢谢 谢谢观众们的参与 也感谢现场的观众 感谢孔教授 感谢 王教授的精彩分享 介入治疗 孙悟空的能力 我们需要 我们非常需要 非常形象 那么我们接下来 有专家来讨论 我们要有请 那个杨伟宏主任 谭哲军主任 那个杨伟宏主任 是我们香港大学生 深圳医院介入科的副主管 主任医生 博士 医学博士 介入放射学的博士 也是在美国 在从事非常著名的专家 李银豪 那现在呢 在德国还在马力医院去 进修 学习过的 那么我想首先请一下杨主任 建家对 那个 王主任讲的那些内容 或者您有什么体会 比如说 港大深圳医院 讲的这个 孙悟空的那个 那个神棒啊 你觉得在全国各地啊 在港大深圳医院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好啊 都有啊 我们也是不是也治疗的蛮多啊 您可以 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好的 感谢孔教授的介绍 感谢王教授的 全面的介绍了 我们介入技术 在肝癌的运用 黄教授的这个 讲课非常精彩 他通过患者的角度 用这种科普的方式 很浅显一种的给 介绍了我们介入的 这个技术 其实前面刚才 有一个患者的提问 就是肝癌晚期 病人痛苦 用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比较合适 其实刚才 黄教授的讲座 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对于不能手术 切除了肝癌 微串介入呢 他有他的特点 就是精准微串 然后刚才 黄教授也介绍了 我们介入的手段 是很多的 根据病人的 这个疾病的进程 分期 根据他的病道的 腹血供 发血供 介入的各种手段 都能够去控制这个晚期 不能手术的 切除了肝癌 这个对于 其实在中国内 很多肝癌发心的时候 他是没有一个很好的 手术切除的机会 所以很多病人 会转过来 用介入的手段 和现在就是 把免也是非常的热门 用药物的手段 来进行治疗 我们介入手段 可以 包括在我们自己医院 也是 刚刚黄教授 介绍的这些方法 包括消融 包括Taste 包括假药的 Detaste 我们都在开展 刚刚包括 孔教授讲到患者 当晚堵了 要用这个PDPD 支架来开通 这个黄教授 非常形象 那个堵 酸 电灶 非常形象 我想对于患者来说 也更加容易 能够听明白 这次怎样去治疗 非常精彩 我觉得 自己也是受益匪险 感谢这个 黄教授 感谢黄教授 谢谢杨教授 感谢杨教授 感谢杨教授分享 提供专家见识 那么唐教授 那我们很多肝癌病人 非常的 就是会非常的严重 可能会进到重症病房 我们有 我们有香港大学 深圳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主任 唐教授 在线 他好像在工作的 还戴着口罩 在工作 在线工作 我想问一下 但是 也有病人感兴趣 就是说 你肝癌的病人 到重症病 最常见到的是什么 最常见到 最常见到 是要受到ICU的原因 是吗 肝癌的 对 最常见到 最多的是 是肝昏迷吗 还是什么 其实不是肝昏迷 其实最主要 需要受到ICU的原因 其实是 手术后 手术后的一个监护 因为 这些做 肝癌手术的病人 他们 很多时候 需要受到ICU 来观察 有没有手术后的病发症 发生 另外的原因 经常受到ICU的 其实是 比如说 病人 他们手术后 在病区 发生其他的病发症 所以 只是肝癌的病人 如果他们做手术 为手术期的准备 还有管理是很重要的 另外 别的原因 跟这个肝癌 跟这个手术没关系 好像刚才 孔章师说的 肝肺米 也是其中一个 肝癌的病人 需要受到ICU的 又有问题 其他的 好像这个 伤化道出水 也是 其中一个原因 经常 需要肝癌的病人 需要受到ICU的 现在 有这些免疫剂疗 有时候 也会 由于这些免疫剂疗的 病发症 有时候 也需要受到ICU的 好 谢谢谭教授 谢谢 我们直接有线 但是问题很多 公众的问题很多 有的问题 我们就 像这个 就是 饼干治疗的 我们就 简单很快就过了 饼干是可以 按照标准治疗 治愈率蛮高的 具体这个的话 那个还要跟专家 去 看 根据专家的建议 然后还有 这个就是 刚才 谭教授 已经回答了 对他 以肝是否发展为肝癌 前面 各位专家都讲了 黄教授 张教授 都讲了这个问题了 如何护肝 这个问题呢 是前面也讨论了 前面 记者也讲了 这个问题 我的胆男 越来越大 时间 这个呢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肝癌 早期 要做一些 要到医院去 做进一步检查 这个就是说 生殿时间 胆男 长大的 44.4 乘以2.2 厘米 肝区 经常腾动 肝癌 抗肝癌 得到10% 请问 肝癌有关吗 看看 现场专家 有人要回答 这个问题吗 如果有没有的话 我可以说一下 我可以说一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肝癌种 5毫米 6毫米 或者是 40多毫米 也好 如果是确认 是一个单纯性肝癌种 是不需要做任何 手术治疗 不需要做任何治疗的 他这个听众说的 这个癌胚抗原 10 我知道 绝大多数 医院10是正常的 应该是 这个 癌胚抗原是正常的 也跟他这个肝癌种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说 4厘米的 肝癌种 只要是确认 是肝癌种 不是其他的疾病 不需要做任何处理 至于说肝区疼痛 那要去做其他的检查 就这样 回答这个听众 谢谢 谢谢 谢谢医院长 非常好的回答 很好 那个 而且确实是 肝那个 AFP 是 那个的 iPad是非常不特意的 对的 然后 问题12 父亲是 以肝病毒 携带着母亲 肝癌 其实本来也是 现在心里很担心 像这种情况怎么避免 这个 预防 这措施 现在确实是没有 那主要是要 摔查 定期复查 那个 这是 基主任前面回答的 那么 肝癌早期 摔查方法 那就是 要 病毒肝功能 甲胎蛋白 采操 检查 盖上其 肝硬化 肝癌的 预防方法 都是 瑞士的 这个 我们下次会 专门做这样 在什么时候 专门做这一期 怎么样来 预防肝癌 在今天的话 主要是 重点治疗 以肝患者 应怎么 推荐 这些都是 以后 跟那个 下一次 要做的 说明 大家很感兴趣 我们一定得会 再做这个问题 这个肝病 这是肝病的 不属于肝癌的 那么我们下次 再回答 那么肝癌的治疗 前面有问 我们有 观众也问了 有系统治疗 有什么 有系统治疗吗 系统治疗 是有化疗 法相治疗 跟免疫治疗 那么我们 首先听一下 来请专家 田庚教授 田庚教授 在马亭 像肝癌 耐科 化疗 跟靶相治疗 的那个 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OK 田教授 我把 我的治疗 对不起 田教授 是我们 GCOG 全球抗癌协会 病人 跟家属 关系的 那个委员会的 主委 是深圳 市人民院 深圳市 第二 人民院的 主任医生 博士生导师 也是那个 深圳的生物治疗 系统治疗 抗癌协会 深圳生物治疗 委员会的 主委 深圳市 田准 有请 感谢 林教授的 邀请和介绍 那么 按照 会议的 安排 我在这里 跟大家 简要的 介绍 肝癌 晚期肝癌的 化疗 与 靶相治疗 那么 请 陈助理 把我的 患灯 放上来 好的 我今天 给大家 主要 介绍的 晚期 肝癌的 化疗 和 靶相治疗 那么 从 历史上来讲 那么 整体上来讲 肝癌是一种 对化疗 不太敏感的 癌种 那么 这张图上 列出了一些 因为肝癌的药物 包括 原发性肝癌 和 转移性肝癌 那么 原发性肝癌 的话 在历史上 整体来讲 对化疗 不够敏感 但是 还是有一个 化疗的方案 在这里要重点 讲一下 也就是 在这个 2010年的 这个 OSCO上 我们 中国的 秦书奎教授 他 领衔了一个 三期定床研究 也就是关于 以奥沙利 博 联合 妇尿密定 和亚液酸钙的 这样一个方案 那么 用于晚期肝癌的 治疗 那么 取得了一个 阳性的结果 那么 也被写入 中国的 这个 晚期肝癌的 一线治疗的指南 也是中国患者 推荐的 可以推荐的 可以使用的 这样一个的 标准的方案 好的 下一页 那么肝癌的 靶向治疗的话 它的发展的话 经历了 一个比较长的历程 那么 在2007年之前 肝癌的 晚期肝癌 是没有标准 治疗的 那么 2007年 诞生了 第一个晚期肝癌 的一线治疗 药物 就是索拉菲尼 那么索拉菲尼 这个药物 是一个 多把点的 一个 这个 靶向药物 那么 当时 对于 它对于 这个 估细性治疗 来讲 取得了 一定的进步 但是 进步 不是那么大 但是 即使是这样一个 微小的进步 在后来的 十年 很多药物 向它发起了挑战 那么进行了一个 对照研究 也没有取得 阳性的结果 一直到 2017年 18年的话 这个 伦伐提尼 这样一个 把线药物的诞生 那么 和索拉菲尼 进行了一个 非略效性的 对比研究 那么证实 伦伐提尼的效果 不略于 索拉菲尼 那么 伦伐提尼 就作为第二款 这个 晚期肝癌的 一线治疗药物 那么被协入指南 那么 到2020年的话 我们中国 原发研制的 原研的这个 一个 把线药物 叫多纳菲尼 也是通过 和索拉菲尼的 比较 那么也取得了一个 好的结果 也被协入 一线的指南 那么这张表上面的是 关于一线的 推荐的 靶向药物 那么这张表下面 就是二线的 推荐的 这个靶向药物 好的 下一页 那么通过 前面的简要的介绍 我在这里 也列出了 我们这个 中国这个 开协会的 这个 晚期肝癌一线治疗的 这个推荐的 指南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肝功能 A级或比较好的 B级的患者 那么 一级的专家的推荐 包括这个 三个 这个靶向药物 和一个化疗 治疗的方案 那么 在这里呢 免疫治疗 的进展呢 一会儿 邱教授会进行详细的介绍 我这里主要是介绍 靶向和化疗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靶向药物 这一级专家推荐的 靶向药物 包括索拉菲尼 轮发提尼和多达菲尼 那么 一级专家推荐的化疗 方案呢 是这个 以奥沙利波为主的 这个系统化疗 也是EA类的推荐 那么 二级专家推荐里面 还包括 另外一个化疗药物 就是亚生酸注射液 那么 这个是二级专家的推荐 那么 在 做完 这个前面的介绍以后 我还想提 两点 第一就是 那么 近年来 我们 国家的话 的学者 在 就是 奥沙利波 辅尿密定 亚烟酸钛这个方案 肝动脉灌注化疗 用于 大肝癌 一线治疗的话 取得了这个 比较明显的 这样一个进步 那么 它的疗效是 远远的优于 这个TES的 也是 为这一部分患者的治疗 提供了一个 重要的选择 另外就是 关于这个 我们知道 肝癌是一个 腹血管的肿瘤 那么 由于在中国 这个 肝癌 大多是发于 这个乙肝患者上的 乙肝基础上的 肝硬化 那么 相当比例的病人 会合并 门静脉高压 导致 这一部分病人 存在明显的出血风险 那么 以至于 虽然肝癌是一个 腹血管的肿瘤 但是 抗血管的药物 在肝癌 一直没有人敢 牵头进行 相关的临床研究 那么直到 这个 阿提利株丹抗 联合肺拔株丹抗 联合被发猪丹抗的 这样取得一个 非常显著的 阳性的结果以后 那么被发猪丹抗 才进入 这个肝癌的 这个应用 其实我们 在临床过程当中 奥沙利伯 为主的化疗 联合 被发猪丹抗 已经被证实在 一些癌肿都取得了 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在排除了 病人具有明显的 出血风险的基础上 被发猪丹抗这种 抗血管治疗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好的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田子伦 精彩分享 好 那么 我再秀一下屏幕 接下来我们 非常有幸的 非常有幸的 请到了 Thomas Yeo Professor Thomas Yeo 邱教授 邱宗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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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香港大学 马力医院 内科的顾问医生 是肝癌的 世界顶精专家 那个内科治疗 他的领头的 临床试念 对国际的指南 起了中央的作用 他的文章 他做的工作 都是对最厉害的 最高的文章 最高的那个 杂志里面发表 希望邱教授 有请 希望您跟我们分享 跟大家分享 免疫治疗 在肝癌中的作用 您可以说广东话 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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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英文可能好 好的 这个就是我的 我讲的 我的 conflict of interest 好的 这个就是在2017年 我们第一篇 在这个次针 发表的研究 我们是第一共同作者 去讲 关于 最初第一篇 全世界第一篇文章 是关于免疫治疗 在肝癌 在肝癌 那么其实这个 你的摄像不移动 我的摄像不移动 你没有移动 你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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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不移动 那不移动 好的 所以 这个是 我们在2017年 发表的文章 是讲关于 第一个免疫治疗 Lifolimab 在晚期江南 的病人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用一个单免疫治疗 NTPD1 在晚期江南的病人 你见到 差不多有一半的病人 其实肿疗 都是回缩 所以你能看到 不好意思 Professor Yeo 我认识 我认识 我们想听英语 听英语 哦 听听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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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你能看到 OK OK 所以 如果你们能看到 我们在Lanset 我已经看到 你能看到 Waterfall Poker 使用 NTPD1 as 和尼泽子 nel吸入病毒中的病毒中, 是個疫苗戒ur性和尼泽子漢部 demand 因為你不采用irler tempo 是奉告的症独 那個服務人 這個 TERM European 收入套中 比較多人 메� нав沈樓嗎 ăn獄的悉人 挺τα子媽 Shopify 我認為 在秋佑有 compelling EPOS 因此,波就可以OB 去到12,4 처럼 你這麼看到 他 shampoo People are quite familiar with this. The use of single-agent defolumab overall saw improvement in OS compared to Cerepulip. However, it did not reac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imary analysis. So you can see the median OS for the defolumab was around 16.4 months in the lethal arm versus 14.7 months in Cerepulip arm. Give rise to the hazard result of 0.85. It's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So the field quickly moved away from the single-agent to the combination. I think most people nowadays know about the I'm Brave. I'm Brave is actually a global study, randomized open-label phase 3, comparing a TESOL versus Cerepulip. So you can see the slide here. So I'm Brave. Basically, I'm enrolled patients with locall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HCC. I'm not stratified according to this criteria. Interestingly, two-thirds of the patients actually receive a TESOL plus Pervicizumab. Another one-third of the patients receive Cerepulip until loss of clinical benefit or toxicity. So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I'm Brave. So what I'm going to emphasize is the use of the I'm Brav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So we also do a Chinese cohort, which consists of 137 Chinese patients in the global study and also 57 patients in Chinese study. So this is the update analysis of the I'm Brave in the global study. You can see in six months, 12 months, and then the 18-month endpoint, the patient who received a TESOL bath, it actually has a better OS than the patient received Cerepulip. And then the final OS for a TESOL bath was around 19.2 versus 13.4. And the hazard ratio is 0.66. So as I say, I'm going to show you only the Chinese cohort data, as I'm Brave data should be quite familiar with most people. So the Chinese cohort data, one of the authors and recently published in the liver cancer, consists of 194 patients. Majority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hinese cohort, they actually have HPV infection and they have poor prognostic factor. As you can see, they have high AFP level, HR hepatic spread, and also microvascular inhibitions. If you look at the Chinese update cohort, you can see the patient are actually, if they are Chinese patient, they receive the TESOL bath, they actually have more impressive results than Cerepulip because majority of this patient, they are hepatitis B patient. The median OS for a TESOL bath in the Chinese cohort was around 24 versus Cerepulip is around 11, almost double, give rise to a hazard ratio of 0.53. So another very important study which I involved as the leading offer is the COSMIC, which is a carboxyntilipus, at least so versus Cerepulip as a first line in advanced hepacenic carcinoma. So the study design of the COSMIC is quite complicated. It basically enrolls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cenic carcinoma, three arms, the patient receives carbocentilip, plus a TESOL, another arm, the patient receives Cerepulip, another arm, the patient receives carbocentilip. It is complicated, I have to say. We have two primary, for the primary analysis, we have two primary endpoint, PFS and OS. For the secondary analysis, mainly compared carboxentilip versus Cerepulip, and we have the PFS. So this study showed it met the primary endpoint of PFS. At the time of final analysis, you can see the patient on carboxentilip, plus a TESOL,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s around 6.8 months, versus Cerepulip, only 4.2 months, with hazard ratio 0.63, which was almost equivalent to the I'm Brave. However, if you look at the time of OS, the OS data is still not mature. If you look at all the bar here, we have all the sensor patients. So we still haven't got the OS data to tell. However, what is most striking in this forest port is that you can see the majority of the subgroup is actually a favorite use of the combination carboxentilip plus a TESOL. However, if you look at what kind of patient are derived most benefit, it's the HPV patients. The hazard ratio for the patient receive a TESOL, carbo versus a Cerepulip in HPV patients is very low, it's around 0.46. So what kind of human-related toxicity is associated with carboxentilip? So you can see this combination also gives rise to quite toxic side effects. Around half of the patient will experience grade 3 or 4 side effects, especially in form of diarrhea, hand-food skin reaction, and also transient dysfunction derangement. So another very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HTC treatment is the use of double immunotherapy. So the concept of double immunotherapy is we target both the CTLA-4 pathway and also PD-L1 pathway. So PD-L1 pathway is mostly important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If you use anti-PD-1, you can remove the inhibition of the tumor cell on the T-cell. However, the CTLA-4 pathway is mainly in the lymphoid educating organ, especially in the lymph node. If you use anti-CTLA-4, it can remove the inhibition of the energetic cell on the T-cell. It can finally give rise to a lot of mature circulating T-cell. And it will move to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versus just particularly with anti-PD-1. So we actually published an important paper in JAMA oncology last year, which is the use of the anti-PD-1 lympholumab plus anti-CTLA-4 epineulumab combinatio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epatocelocancinoma. So you can see it is basically a three-arm study. Arm A, the patient receives high dose epineulumab three milligram per kilogram. Arm B, the patient receives no dose epineulumab one milligram per kilogram. Arm C, the patient receives nevo epineulumab two six weeks continuously. So the primary endpoint ar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And recently, we have a PSA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this important study in GIS code early this year. So if you look at our most update analysis, majority of, so we have around 50 patients in Arm A, 50 patients in Arm B, and around 50 patients in Arm C. You can see half of the patient enrolled, they are actually HPV carrier. And also, you can see around 50% of the patient, they have poor prognostic factor as extrahypatic spread, vascular evasion, or elevated AFP level. So if you just look at the overall survival for the patient, so at the time of the JAMA oncology publication, median follow-up time is only 30 months. But when we update it, we have another 15 months additional follow-up. So the follow-up time in our presentation at that time is almost four years. You can see, even after four years of follow-up, the patient who actually received the nevo-passed high-dose EP,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is also 23 months. around 40% of the patients still survive after four years of dosing. So if you compare the group of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no-dose EP, so the median OS was not as good as around 12.5 months, and around 30% of the patients, they still survive, okay, after four years of dosing. Similarly, for the continuous Q6-dose EP,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was only 12.7 months. However, around 30% of the patients still survive after four years. However, the use of the nevo-EP give rise to a quite toxic treatment-related profile. You can see the great feed fall was occurring in around half of the amyrode patients. The most common side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nevo-EP is transient derangement in nevo-function, such as what we rank it here is rise in ALT, AST. Some of the patients may have asymptomatic rise in lipase, and some of the patients may complain of malaise as well. And recently, I think all of you know, and other NDC-DLA-4, chemilunumab plus NDC-PD-L1, duverlimab, has competed this human-ale study. It came, it was a positive study. I was involved in the study and one of the authors in this. So you will see, you will hear the labor chemist result in the GIS code almost in less than one month's time. It is a promising study and confirmed the use of NDC-DLA-4 plus NTP-D1 in XCC. And lastly, before I end, a lot of people are asked any treatment for the patient who actually refractory to immun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hypercellular cancer who already refractory to prior immunotherapy treatment. So we published this important article in Journal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about the use of the epineulumab, and nifolumab or pambonuzumab in advanced HCC patients who are refractory to immunotherapy treatment. So we, actually,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25 patients at Queen Mary Hospital. They are all mostly HPV-related. Among all the patients they have received a prior immunotherapy. Majority of patients they receive nifolumab and then we have some patients receive pambol and some of the patients receive a tisobab. You can see 96% use NDP-D1 as single agent and 84%. The median duration of this group of patients on immunotherapy was around five months. So you can see the outcome of the patient. If the patient have already developed resistance to the prior immunotherapy, if you use double immunotherapy, surprisingly, we see a quite interesting result. So three patients actually achieve complete remission. One patient with a partial response and then we have six patients have a stable disease. So overall, nearly 40% of the patients achieve clinical benefit. So if you look at their landmark survival here after one year of follow-up, this immunotherapy refractory patient, still 40% of them still survive. After two years of follow-up, 30% survive. After three years of follow-up, still around 20% of the patients survive. Very interestingly, although we hav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patients, if we classify the response to the double immunotherapy by the resistance pattern, you can see basically, if the patient have acquired resistance to prior immunotherapy versus the patient have primary resistance to immunotherapy, the patient who actually have acquired resistance, they should have a better survival, although it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ue to small patient number. But what is most important and similar to other study is that the outcome of this double immunotherapy in this immunotherapy with fatuvation is basically governed by the liver function of the patient. If the patient have good liver function, they have best outcome. Then the patient have a worse liver function. And then lastly, talking about the safety and tolerability of this regimen in the patient who actually progressed after first line I.O., you can see it was basically similar, quite similar to the use of double immunotherapy in advanced HCC patients. Although we have a small cohort, however, majority of toxicity we've seen is actually the skin related toxicity or the endocrinopathy in terms of the hypothyroidism or adrenal insufficiency. So, this is our small medical oncology group at Queen Mary Hospital,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ank you, Chiu教授 有很多新的东西 确实是我们可能时间关系 可能要等会来讨论了 但是你刚才回答得非常好 就是有个公众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免疫治疗失败了以后 有接下来台科不可以用什么治疗 你现在就是综合治疗 就是多个免疫药的治疗 不同passway的治疗是好 这个结果是very timely 非常有效 那么接下来呢 但是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就是除了回答那个问题呢 其实放疗也是 跟放疗结合也是蛮好的 到最后我们蒋教授会 讲一下免疫跟放疗的结合 如果那个 那我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放疗的作用 那么放疗其实就是电疗 电疗呢 它就是用专门的设备来治疗 用高剂量的 用提供治疗剂量的高能射线 来杀死肿瘤 那个我们香港呢 叫它叫电疗 中国大陆也有叫电疗 那么什么叫放射治疗呢 那放射者是用放射线来杀肿瘤的 放射线呢 大家知道跟我们的紫外线比起来的话 它是100万倍 比紫外线的那frequent那个能量 就是高100万倍 比诊断的放射线呢 高100倍 所以它就是高能量的一个电磁波 那么放射线的治疗呢 对那个已经有很优长的历史了 1900那个马力距离发现了 那个冷静发现X-ray 马力距离发现雷电了以后呢 就开始治疗 1900年的时候 这当时你可以看到 就是那很原始的治疗 那个管子对着那个病人治疗 还手去摸的 就是当时还是很早的阶段 后来有加速器啊 那个5-62加速器啊 这个是最早的时候 1940年的时候 在那个伦敦某个医院做的 雷定后专治疗 那么肝癌在放射的历史上呢 在进展的是蛮慢的 事实上前面的20 那个2000年以前 基本上都是一个全肝的治疗 毒性非常大 也用的人也不太多 只有少数的人用 但是呢就是说肝癌呢 就是在Michigan大学呢 它是做得比较好 做到早80年代就开始做 做了呢也现在有 从当时的两维三维 它是就是两维的 就是全肝的灶还有三维立体 三维的射性治疗 还有现在的就是调强治疗 引导下的治疗 还有三维立体治疗 那么这个其实当时还那个 就是在当时比较的 那个的治疗的时候 就是射性放疗的时候 没有其他没有化疗 也没有靶线药 很早的就是在那个放 Ted Lawrence Michigan大学 是全世界可能做放疗 做用的最早的 最早开始治疗的一辈子 那个的是放 Michigan大学的放射科主任 现在也是还是全国 对那个非常prominent 非常有名的肝癌的专家 也是那个 他就给这张 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么大的肿瘤 血管都压了 你可以看这个大部分的肝 都被肿瘤压破了 他就是当时还是只是三维的 施行放射治疗的时候 治了以后六个月以后 总就可以小 就是等于说像消融一样 他就消退掉了 这个结果我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刚刚放疗也是有效的 就是你没有三维 立体定位也有效的 现在非常幸运的是 我们除了所谓的三维 我们还有四维 五维六维 我们有很多很非常powerful 非常那个高尖的技术 来给更精准的放疗 包括就是包括这 立体治疗 劣质治疗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 但是SBRT治疗的话 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展 这比较重要的发展 可以比较用的 就是这里的 就给您看一下 就是说三维立体治疗 跟那个调墙治疗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计划 造起来就是等于说 精准度不一样 这精准度不一样 就是正常组织的受量 当你给肿瘤 足够的计量的时候 你能够保护更好的正常组织 技术越好吧 那你就正常组织保护就越好 那么三维的话 其实三维设计 还不是最好 那么IMRT Rapid Outfit 三维好 那么SBRT 其实是最准了 现在就那个也叫 立体定位方式治疗 是消融 也叫消融方式治疗 你可以看到 刚才肿瘤 它就像消掉 涌掉一样的 也有叫说 放射外壳 因为就等于说 起到它控制力 起到外壳的作用 非常精准 你看射线风 用左边的加速器 你躺在那里 然后射线 就多方向给您治疗 对着肿瘤治疗 你不会感觉到 有任何的不舒服 治疗的时候 那它就主要的关键呢 就是把那个拔区 把那个肿瘤的拔区弄好 还是比较复杂的 技术是先当挑战复杂 而国内 中国大陆真正做 这方面的人不是很多 我们要大力推广 我们去 7月份训练了 40家单位一起 大家学习这个技术 跟美国专家一起学习 因为还是 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 那当然治疗效果 好的什么地方呢 好的现在有很多研究了 就是有非常多的研究 我们一个学生还把翡翠分析了 大部分你SBRT知道 还有90%的病人肿瘤 在治疗的地方可以控制 那当然也跟你肿瘤大小 位置有关系 就是位置不是很好 肿瘤比较大的 也有达到70%左右 不但是肝癌 那个就是一个肿瘤可以治 我觉得非常 SBRT还多个肿瘤也可以治 多个甚至有的 就是美国这边一些专家 他五个都可以治 因为刚才前面记者 记者主任也讲了 带伞非常好 你的他肝的器官 跟其他器官不一样 你就是80%肝都不工作的话 那20%它会涨回来 涨回来给你 然后功能会带伞 会恢复正常 所以的话 你只是你要造一部分的肝 死掉没问题 就像你切掉一部分肝 没问题 所以多个肝癌 也可以消融的治疗 所以very真的是非常的 这个非常的激动 这个技术 特别是肝癌也是特别的敏感 对方疗 以前大家觉得是 定了是不敏感的 其实肝癌是很敏感的 其实是非常敏感 我照了几个效果 就是有 不需要太高的技量 就可以了很好的控制 那么肝癌 SBRT的治疗呢 跟消融的结果呢 也是可以比的 有的人还说呢 这是有翡翠分析的结果 有很多这样的比较 还有那个Michigan大学 他们比呢 就跟消融比呢 比出来呢 是如果是小肿瘤的话 那大家是一样好的 如果大肿瘤 肿瘤靠血管进的话 那消融是不好用的 那种病人的话 那么SBRT是好的 SBRT的 你血管里有穿塞也可以 所以他用的范围可以管 不管哪个位置都可以 大部多少大也可以 那还有我们还可以 跟手术比 就是说结果 跟手术的结果也是非常 你看这个成果啊 效果是有好 有两三家报告 包括我 我们自己 我当时在 Indiana大学的也报告 没时间给大家秀 但是你可以看 放疗跟SBRT 跟手术的成果 几乎重叠 但是不是一致的 也有的发现 手术更好 所以这也是研究的范围 我也非常激动 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卢院长带头 会来跟SBRT 跟手术会比较 会比较一个 做一个临床试验 将来是不是SBRT 也可以 你不用开刀 就可以治疗了 那么大肛癌 那最后一个 比较挑战方案 聊的问题是 你多少大可以造啊 多少大的肛癌 可以给他精准的治疗啊 这个技术是蛮复杂的 但是可以给你看看 就是半个肛啊 甚至这几乎是大半个肛 三分之二的肛啊 这那个也可以治疗的效果 也还不错 那么我想接下来呢 非常激动的 也想介绍我们的年轻有为的 蒋医生 他就大概 他是用把 把放疗的精华 跟那个 跟那个免疫治疗的精华 总结 那个综合起来 来跟大家讲一下 大肛癌 在没有不能手术的情况下 来 也可能给提供 治愈的机会 那么 蒋医生是香港 大小李嘉诚医院 临床中心的助理教授 他非常有很多 治疗肛癌成功的经验 但当时给我看了 20公分的肿瘤啊 他都可以把它控制 免疫跟放疗 也发表了文章 他是英国皇家放射 医学 放射医学院的院士 香港放射科医学院院士 还有香港专科学院的院士 那有请蒋教授 谢谢就是孔教授的揭晓 就是我现在就是 先就是share我的 分享你的屏幕 大家都看到吗 可以 今天我就是很感谢 就是孔教授的邀请 就是我的分享的题目 我就是不会想 就是讲太多 但是我就是想分享一些个案 就是跟大家 就是证明 就是这算是比较大的肝癌 也是可以靠手术 不用做手术 也是可以治疗的 可以根治的 其实这是我就是不论在香港 还是在深圳 还是在中国 也是我们的肝癌 跟国外就是西方的地方的肝癌相比 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病人 我们一开始治疗发现肝癌的时候已经是很大的肿瘤 这个是跟国外就是有一些不同 因为我们就是中国的大部分的肝癌也是跟这个Hepatitis B 就是胰肝是有关系的 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的病人就是发现的时候肿瘤已经非常大 但是他们的肝脏 因为是他们是胰肝 肝硬发 就是所以他们的肝脏也是比较体积比较小 另外他们也是有就是肝硬发 胰肝的很多肝的疾病 所以就是抑制这个这个怎么大的肝癌 就是其实也是很有条件性的 因为我们就是不单是要控制这个肝癌 也是要保存 因为他们正常的肝是很小 因为他们也有也需要其他的肝病 所以这个也是要好好注意的 一般来说如果不能做手术的肝癌 就是在中国也是在其他的国家 也是比较跑骗 就是用这个肝硬性的放疗 就是TACE 这是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这个呢就是如果 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太多肿瘤 或是就是这个肿瘤不是太大的话 其实TACE也是蛮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肝癌的体积不是比较大 如果是他带个 一般来说就是带个七公分 华氏就是肿瘤已经是比较多发的 我们发现就是这个TACE 其实是不是很有用的 打太多的TACE也是会担心 人体就是正常的肝功能也是会变得更差 所以就是虽然这个是标准治疗 但是在大的比较多发的肝癌 其实是治疗的效果不是太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发现 这是肝癌其实跟孔教授所讲的一样 就是肝癌其实以前很多人都说 它是对放疗是不敏感的 但是我们越来越多研究 就是发现我们不用给太高的放疗的剂量 也是可以将这个肝癌缩小缩小的很好 就是肝癌其实跟其他的癌症相比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对放疗敏感的肿瘤 最近呢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免疫治疗也是在肝癌的应用是很多 越来越多数据就是证明 就是肝就是这个放疗 SPRT跟这个免疫治疗 其实是有血统的效应 就是我们先用放疗的时候 就是会延止 就是这个肿瘤更容易 比我们自己心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应到 另外也是会延止 就是有一些local的cytocon 这些也是会帮助这个肿瘤 让我们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应到 所以就是如果等的时候 我们再加免疫治疗就是会一加一 带个二了 就是有一个血统效应 这个我们就是我们香港大学第一篇文章 就是也是跟孔教授一起发的 就是我们用这个SPRT跟免疫治疗 去在一些比较大的肿瘤去做一个治疗 我们的肿瘤都是比较大的 最小都是9公分 最大的16公分 我们就是发现 我们如果用这个免疫治疗跟放疗医势去用 差不多所有的病人都是有比较明显的缩小 让我们最惊喜的 最兴奋的就是 有两个病人就是他整个肿瘤也是消退了 另外就是三个病人也是要比较明显的缩小 缩小到其中一个病人缩小到一个地步 只要1.4公分 我们再用消融 这样哪个肿瘤也是完全根治的 所以我们最初发现就是五个病人 有三个病人其实也是完全可以根治的 所以我们之后就开检其他的研究 另外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组合 这个类受性也是蛮好的 没有太多我们unexpected 就是没有想到的复反应 这个是我们最近发一个文章 就是比对这个免疫跟放疗医势去用 跟我们传统的用taste去用在比较大的肿瘤 这是大概是10公分 中尾数也是10公分的肿瘤 我们发现如果这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也是做taste有效率只有16% 但是我们用免疫跟这个SBLT 一同去做就是有效率可以达到 就是超过百分 达到差不多是90% 这个这个比较有效的 也是反应在病人的生存率 就是你看到这两幅图 就是上面的来一个是病人的治愈率 就是红细的是SBLT跟免疫 蓝色的是传统的taste 如果你不能那么大的肿瘤 如果你不能有效把它缩小 其实病人是很多麻烦的 就是他很快就是肝功能衰退 就是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病人的生存率也是比较差 但是我们因为用SBLT跟免疫 这个有效率是那么高 达到90% 就是你看到两年之后了 病人80%也是可以生存的 反观就是taste的 只是小过10%可以生存的 所以就是一方面是反应taste 其实虽然经常用 但是对比较大的肿瘤 其实不是太有效 但是这个免疫跟SBLT的 其实是效果是会好很多 我们也是做了另一个 发表就是比对 就是单纯SBLT跟SBLT跟免疫 也是发现就是SBLT 虽然也是对大的肿瘤也是有效 但是他很多也是会有远情 远处的扩散 但是我们如果加免疫的话 就是对远情的扩散 也是比较好的 最后我们就是分享三个案例了 这是这个是其中一个案例 就是我早期 见到了一个病人 就是他是64岁的男性 他是胰肝的 初晨看我的时候是16公分 一个比较左肝 一个很大的肿瘤 左肝跟中间也是整个 也是这个整个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肿瘤 当时他肝功能已经不是太好了 这是必罢 就是所以也是担心他有肝碎切 另外这个肿瘤也是侵犯到 这是主要的血管 我们这是给了两个cost的 这是SBLT 另外我们也是再加免疫 NTPD1 你看到这个病人 最后我们见到16公分的肿瘤 缩小的只有4.6公分 另外其实我们在做一个 正电子的瘦描 这个也是一个哄了 没有肿瘤了 其实 所以这是我们也是帮他做了一个 Biopsy 就是发现中间是没有 癌细胞了 这个病人我们已经Fallup 他已经三年了 也是没有腐发 所以这是如果你看追错的时候 16公分的一个肿瘤 他不能做手术 肝功能很差 这是我们用这个放疗跟免疫 就是三年之后 我们现在他其实只是打了六个月的免疫 之后我们也是没有其他治疗的 所以你这次看 他的肝功能也是改现 这是追错的 就是解态蛋白就是是6000多 最后也是降到正常了 所以就是他已经是两三年的 最近是两三年 就是停了这个免疫治疗 也没有腐发 所以就是你看 就是其实 我们有一些证据 就是发现 就是其实不用做手术 大的肿瘤也是 病人也是有希望的 其实我们之前 这个研究也是发现 大概是有50%的病人 用这个免疫跟这个SBLT 也是可以达到这个CR 就是整个肿瘤 也是完全外息 第二个案例就是 我们将一个比较很大的肿瘤 就是降级 最后可以做手术 所以说他来看我也是肝功能不好 AFP是胰肝 解态蛋白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23公分 腰肝的肿瘤 我们也是给一个 只能给一个很低的剂量 这个SBLT 之后再加这个10次的 10个cycle的NTPD1 你看最初的哪个肿瘤 是非常非常大 23公分 这是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pad 这是整个也是没有uptake了 也是中间也是只有10公分 外科手医生就是说 哦 这是说得那么好 我们帮病人切整个肿瘤 出来看看 我们最后病理发现 是没有完全是没有癌细胞的 这个案例就是说 就是致死是那么大的肿瘤 我们给一个比较小的 RT的剂量 我们也是可以帮他降齐去做手术 最后是另外一个病例了 这是最近一个 我们也是 现在也是 因为一个像免疫 我们看来就是 应该是比带免疫是 效果会更加好的 所以我们最近也是开始 就是将SBLT跟像免疫去解割 这个是69岁的男性 中间最初初诊是发现一个14公分的肝的肿瘤 也是在中间跟右边 所以外科医生就是说 这个位置太难切了 我们这是给他 这是一个SBLT 另外也是加这个免疫 像免疫 做了两个疗情 就是这个癌子数 就是从5000刚到正常 我们再做一个scan 发现整个肿瘤已经完全是外洗了 是没有肿瘤了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 就是我们也是有 之后我们也是 我们现在也是有两个研究 会发表 这是我们初步的数据 我们可以说 这算大的肿瘤 比较大的肿瘤 10公分以上 如果他不能做手术 我们也是有 SBLT跟免疫 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去控制 这一般病人的肿瘤的 有一部分病人的肿瘤 也是有机会根治的 哇 非常精彩 那么大的肿瘤 能够说 这是magic 去看看这个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肝癌 如果很大的话 都没希望了 放疗不安全 或者什么的 那现在把精准放疗 跟那个连起来 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那个蒋教授 这个是比我原来 看得又更大了 我还没看到那么大 这个第二个例子 实在是太那个了 Incredible 多少剂量 我忘记得了 你第二个 这是五归乘五 其实是比较小的剂量 因为 还是蛮敏感的 对对 刚才是很敏感的 因为因为 对对对 所以我们五归乘五 主要是免疫 你觉得是免疫的 铁协调作用 OK 那我们现在非常有心地 我也请到了 那个陈温奇教授 是那个肝癌 胃肠肿瘤的 是胃肠肿瘤的 我们的病房主任 那个对肝癌的治疗 有很多的经验 那么我们 就是会跟 还有我们在线的 有田根主任 还有那个邱教授 都是那个专家 那个非手术治疗的专家 我们还有 我们的卢院长 还在线上 非常impressive OK 那个 现在就是说 我们来 因为时间关系了 其实那个了 我们还是想尽量地 给我们的病人 回答这些问题 那个 病毒的事情 我们就不管了 病毒下次再来 那肝癌 往其是不 很有化疗的必要 事实上前面 田主任已经讲了 我看邱主任 有没有建议 你能说中文吗 所以这些 那个病人本身 抵抗力是否会减低 次数增加 那个 我觉得是那个 其实这个回答 也可以了 如果没有 特别问的话 我觉得肝癌 对化疗 是不是那么敏感的 尽管 还是不是一个 首选的一个治疗 副作用比较多 现在我们还是建议 把像个免疫 现在我们在香港 我们很少用化疗 以肝癌 病 几乎不用 对的 谢谢 几乎不用 现在好 好 谢谢 刚才晚期可以治疗 治疗后还能活多久 那前面也回答的问题了 前面 其实我觉得那个 邱教授前面前 世纪的病人 有30% 世纪活过好几年的好友 所以跟你的data 免疫治疗的那个 所以 这个结果的话 还能活多久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预测的 预测每个人活多长时间 这样的 数据是没有 可是呢 就是总的来说 如果你得到最新的 靶线治疗 免疫治疗 精准放了的话 你还是有希望的 我觉得 那个有什么补充 OK 好 是免疫治疗 还有 田主任 你有什么 你要加 加那个回答吗 OK 就是 关于前面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化疗的问题 我想 我能说一下吗 等一下 谢谢 好的 大家辛苦了 已经过时 现在我想我们病人的问题 还是要回答 OK 好 OK 那个再往前一个 再往前一个 18 就化疗 化疗是这样子 化疗的话 我刚才讲到了 那个 国内的这个 秦苏惠教授的 那个研究的 2010年阿斯科上 报告的那个研究 针对中国患者的话 它是 也是有一个 阳性的结果 那么 我觉得到 根据情况来 进行一些筛选 对于肝功能比较好 那么 比如说是 有波散型的这种 肝癌的话 可以考虑 这个化疗 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 另外就是 在化疗的时候 肝脏其实本身是一个 肝癌是个 腹血管的肿瘤 如果在评估 这个病人 他没有明显的 出血风险的时候 抗血管的治疗 就指的是 这个安维钉 被罚出单抗 也是可以考虑联合的 我在临床上 也用过一些 这样的病例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地方共参考 谢谢 OK 好 那么关于这个 肝癌晚期 可以治疗生存多久 刚才 两位专家都已经讲了 那么其实 现在随着免疫治疗的应用 那么有一部分 对免疫非常敏感的病人 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都达到CR 而且还持续了 相当长的时间 那么 其实免疫治疗在 其他的一些癌种 包括肺癌 黑色素瘤等等 已经出现了 用完两年 那么持续的跟踪的话 也有大约百分之十几的病人 可以持续的CR 也就是持续的无流生存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 为免疫治疗以后 肿瘤病人的长期生存 已经打开了一个小的门 那么所以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应该抱有希望 还是有一部分病人 可以取得长期效果 好的 OK 刚才尽管是 网率非常高 几乎大部分 可能还是 有很多人可能是 放弃治疗了 我非常同意 那么肝癌 然后我们就 我们因为还有十几个问题 免疫肝癌 免疫治疗 为什么有的肿瘤扩大 有的控制不了 有四个月变大两倍 这个 这个我觉得比较复杂的 邱教授要那个 我觉得他大两倍的话 是超进展的 有一部分人说会超进展的 可能大过两倍以上的话 那么有些基因是可以预测的 那么肝癌里面 超进展的病例 那个邱教授 您进得多吗 超进展的病例 我进得不多 不过现在 如果你用免疫治疗 是用 掉拔 再加免疫治疗 软用的 超进展的病例 不是很多 用 弹药的话 可能就加着两盒的话 弹药的话 会多一点 差不多 五个percent 5percent 好的 这个是磷酸 磷解析磷酸面偏高 这个是检查问题 我们就不讨论了 要进一步检查 乙肝的问题 我们可能也 先不讨论了 下次再弄 乙肝的肝功能 不好的时候 感觉疲劳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他检查要找 找一下其他的 还有肝癌 常规时间检查 要做哪些项目 那么 那个 陈文琦医生 陈文琦医生在吗 您是不是 讲一下这个 孔教授 我在的 这个肝癌的 这个常规检查 要做哪些项目 我想的是 如果是指 术后的话 我们常规的 在术后的头两年 是建议 每三个月复查的 这个复查呢 除了局部的 就是肝脏局部的 比如说CTB超 还有血液的 比如说 肝肾功能 甲胎蛋白 还有凝血功能 就是对肝功能力 和监测之外呢 可能胸部CT的 平扫也是要监测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 肝癌可能会出现 远处的血运转移 比如说肺转移 或其他地方的转移 那么 术后的两年到三 五年之间呢 我们是建议 每半年的 都要常规检查的 那么其实是推荐 术后五年 也要终身随访的 就像体检一样的 那么术后 如果是乙肝患者 其实这个 乙肝病毒定量的监测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项目 所以要跟这个 消化的一科 肝病科的医生 其实是需要 多些和联合 即对这样肝癌 肝癌一个疏惑的病人 做疏惑的一个随访 谢谢 好 谢谢 然后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 是公众问题 肝癌 那个 肝硬化 肝 败死 肝癌区别 这个是 季主任回答的 我觉得回答的蛮好 季主任在吗 刚才被病房叫了 那个肝硬化 是肝里面 有很多的 肝损伤以后 有很多的 那个 潜微细胞 变成变硬了 没功能了 潜微细胞 代替肝细胞 肝坏死细胞 就死掉了 肝癌是一个 就是不能控制的 肝细胞 那种变异的 肝细胞的生长 所以它们区别 是完全不一样 它们是完全 不一样的东西的 肝硬化的话 可能会变坏 但是 对不起 那个 那个 会进长 但是 肝坏死 根据原因决定 肝癌的话 你要不治疗的 百分之一百进长 百分之一百 致命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肝癌 扩展到肺部 选择全身治疗吗 这个问题 我想那个 陈文奇医生 您是不是再 回答一下 好的 我们认为肝癌 扩展到肺部了之后 是需要 这个全身系统治疗的 因为我们认为 它就是出现了 一个血运的转移 那么系统 我们的治疗目前来讲 在NCC指南推荐的 EA类推荐 还是一个基于 Ambri-10的 这个临床研究 那么它的 这个A加T的治疗 就是 Artisol联合 被发单抗 作为一线推荐 那么扩展到肺部 如果是术后 复查 肺部仅仅是 很小的病灶 或者寡转移病灶的话 我们还是推荐 在局部的 治疗手段的基础上 联合系统治疗 比如说 消融 比如说SBRT 这些局部的治疗手段 结合系统治疗手段 其实可以使病的 长期的处于一个 无流状态 能够获得更好的 一个生活质量 以及最终是 希望能够达到患者 能够延长一个 生存时间的一个目的 谢谢 好 谢谢 其他的有补充吗 应该还有脂肪肝的治疗 应该还有一个问题 脂肪肝的治疗 我想这些问题 就是下次要那个了 大家问这些问题的观众 可以网络上看一下 我们会把那个 这问题会在新闻里面讲 就是我会再有专门的专家 把这个问题再整理一下 给大家回答 肝炎的治疗 不是我们现在在线的 不是我们现在在线的 这些专家的特长 怎么治疗肝昏迷 刚才谭教授已经讲了 那他肝昏迷的主要是 amonia跟那个 胺的水平比较高引起的 那你根据他的原因 来决定 当然你要去根本的 把氨基酸 是氨的 那个氨 把它减低 amonia减低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要抗肝蓝 要止血 也可以用那个抗菌素 还有肠大的酸化 等等 可以用不可吸收的 那个乳果糖 我看这个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 看那个邱教授 蒋教授 你们有问题 田教授 有没有女虫呢 这个是 肝昏迷 见到多吗 现在 我们病人不太多 没有那个就换前者了 刚才可以通过消用移除治疗吗 这个问题老早回答了 当然可以消用效果 黄教授已经讲了 非常好 黄教授 黄教授还在吗 刚才好像被叫走了 妈妈50岁 叫我吗 对黄教授 我就问你一下 他刚才说 可以消用治疗吗 你已经 可以啊 我们 我想摆脱 你的五年成活率多少 如果两公分的话 两公分 如果消除了 病人只要其他肝脏 不在乎发 没有肝硬化 它可以一直存活 如果在 他病人有时候过半年 一年又会 长存到两个 我们又继续给它消融 所以我们很多病人 都是三到五年 都一直存活下去 一直从50岁 60岁 70岁 这样的病人 都有不少 嗯 很好 对的 那个就是 SBRT也是 都有90%以上 控制的一种瘤 这是治疗的地方 但是刚才我们有个问题 我将来病人知道的 就是说刚才经常会是多发的 你这个地方治疗了 其他地方出来 复发 那个好像觉得复发了 但是是新的肿瘤 这个机会还是 危险度是比较高的 有百分之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是吧 那个 好 那个接下来 大概有不同意见的话 可以跟我讲一下 如果我那个的话 那现在问题 我们还有两三个问题 很快就好了 那最后问好问题以后 我们大家 各位专家呢 也跟 跟我们的公众金见面 把 把你们 把你的 camera 放到你的电视 显上 那么现在这个 问题三十 是五十二岁的 妈妈五十二岁 长根院士气肝癌 她的问题 我看看 我还没看清楚 总流十五公分有肺转移 像这个情况 大概病人想问的是 如果这样有治愈的机会吗 我们前面都回答了 那么陈文奇 陈医生 陈主任 你可以再补充一下 您回答了 就是我刚看了一下 他前面的详细病史 这个患者 其实已经 接受过多线治疗 包括局部的放疗 也接受过 把像免疫治疗都接受过 目前呢 是一个肝心脑病的状态 血缘非常高 那么对目前的治疗的话 积极的处理肝心脑病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 晚期的很多肝癌患者 最终这个 你说话 死亡的原因 可能并不是肿瘤的一些原因 这个阶段呢 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呢 处理肝心脑病 是非常有必要的 肝心脑病处理好 患者的这个 一般情况有好转 肝功能恢复到 比较好的状态之后呢 才能根据情况决定 他是否后续 有继续抗肿瘤治疗的机会 谢谢 好 谢谢 其他专家有补充吗 那个 那问题算是 一是 现阶段肝癌治疗 有什么方法 怎么康复 有多少机会治愈 那么我们前面 今天的整个program 都整个所有的内容 都给你 总结了这方面 不从不乱 还有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来个胆管癌 我们没有时间 讲的这一次 就是说 胆管癌是比较少见的 它的问题是 第四 我想专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这些都是 顶级专家就这里 胆管癌第四期 目前癌转移 扩散了脊椎 裹胸腔 肝有三个肿 三粒肿瘤 最大九公分 医生说 我细胞 我的细胞不适合 做免疫疗发 请问我 除了化疗控制癌 细胞波上 还能怎么办 那个 胆管癌 跟肝癌不一样 胆管癌 化疗是有一些药的 比肝癌 有几个药是可以的 那化疗还是 应该是比肝癌 更那个一些 那么化疗 控制有限 学校国 单重化疗 是控制非常有限 那如果你现在 不适合做免疫治疗 给什么治疗呢 前面 那个邱教授 讲了 他那是肝癌的 但是同样的理念 也可以 当你一个 当一个免疫治疗 不好的话 你可以用 中和的 或者化疗跟免疫 然后放疗跟免疫 就是你一定要 多学科 这样加来 一起讨论 每个病人情况不一样的 要多学科 多学科讨论 姑息治疗 然后我觉得 这个是 多学科专家在一起 是太重要了 那我想听听 其他各个专家的 讲讲 像这样一个 挑战的病人 那么黄教授 你应该可以 把照相机打开 你还在的话 把所有的人 把照相机都打开 所有的人 把照相机打开 最后我们要跟 观众再见 最后一个题目了 这是好像 对 这是最后一个题目 也是多学科的 那个 你们那个 黄教授 请讲 喂 黄教授 我们现在多学科 讨论这个 胆管癌的 挑战的胆管癌 也许我们下次 要做一个胆管癌 这就是 就正好一个病人 是问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 这个世纪 广泛转移的 有肝转移的 一个这样的 一个病人 你说呢 你介入治疗是 也是有用的 跟肝癌的原则 差不多吗 单管细胎癌 它的效果 它的方法 给原本性肝癌 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如果是 它这种情况 是如果是 根细胞癌的话 我们会采用 我们讲的 特色 来栓塞治疗 对 单管癌的话 它的血供是 我们叫发血供的肿瘤 如果你去栓塞的话 它那个药物 进不到肿瘤里面 所以 它的栓塞效果 也比较差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载药微求 可能小力精的 也可以尝试的 用下去 因为它对化疗 也不敏感 你用骇壳 贯注呢 效果也不好 所以呢 我们可能会在 多种方法 结合起来 比如说小力精的酸塞 可能会加一点化疗药物 希望有一定的效果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 有的时候呢 会采用发射性的例子 或者是说 如果有放疗 当然我觉得放疗也是很合适的 但我们这一借过医生 他可以植入一个例子 将来那个Y90 可能都可以 作为动脉里面 这个住进去来进行一种造色的治疗 这个方面呢 可能还是效果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局部的冷冻 可能对达马西部安能可以起 起的一些的作用 如果热消容还是比较危险 也比较容易感染 所以我们一般的用热消容比较慎重一点 好 这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 谢谢 那我想再问一下 那个邱教授 和蒋教授 那个对胆管癌的想法 像这个病例 你会怎么治疗 所以现在 可以我说英文吗 我对不起 我的东西真是好 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 真是好 好 所以我们有新 data 在GIS code 是 其实在GIS code 我们将在GIS code 我们将使用的 NTPD-1 加上 是比较 比较比较 在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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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 患者 所以 这种 这种 是 很明显 很明显 所以 我会 说 我会 说 在这种 中的 你应该 用 NTPD-1 在患者 跟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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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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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确实是呢 那我再挑战你一下 免疫跟化疗了 效果还不好 病人进展了 怎么办 so what I'm going to do I think nowadays in colorental carcinoma is more personalized treatment so you have to so you have to rebuy so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rebuy up to the patient and do gene sequencing to see any resistant pathway later you have to pathway FGF pathway I'm also see the tumor mutation burden and in our case we will switch to second light chemotherapy plus anti-angiogenic 那我看田子论上来了 把像次要田子论车厂 田子论还想 我想那个 还有蒋教授 放疗等会 最后要让你 科目一下放疗 田子论你准备 像这个病人的话 有那么多地方有肿瘤 这样的情况 他免疫治疗也不行 那你会给他什么治疗 那邱教授说免疫都化了 已经讲过了 OK 既然你如果化疗免疫都用过 刚才邱教授提到了 给他做一个sequencing 看看能不能找一些 这个驱动基因 另外就是 其实刚才前面几位教授也提到了 那么一个全身治疗 然后联合局部治疗 他比如他有几度的转移 那么局部的治疗的 包括放疗 或者几度外科的一些 止痛 这个预防 预防 比如说骨水泥 等等的治疗 那么还有就是刚才 黄教授提到的一些介入的干预 那么对于减轻肿瘤 附和一定的帮助 那么确实这是一个疑难的病例 好 好谢谢 那么蒋教授你说 这个病人什么时候 你要干预放疗 放疗进去 你要是 主要都是systemic 我想就是因为 因为systemic therapy 因为 因为都是多发转移 就是干 就是 就是放疗 我想就是 如果他真的是有一些symptom 或是因为他 如果他的metosis是比较小的 就是主要是 主要的tumor burden 就是在干预 我们也是可以考虑 给他做一个SBLT 但是如果大部分的情况 就是他是一个多发转移 我觉得就是systemic therapy 是比较重要 对病人的生存 systemic肯定很重要 就是现在有一种质量方法 美国用的比较 可能多一点 就是你就是治疗一个病障 然后再跟加免疫 如果你systemic没有办法 没有把像药 放疗化疗也都不行了 你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行非常感谢大家 还有那个 我和谭教授也上来了 谭教授这种 这种病人到最后 阻碎 缓短 刚衰竭 都会到ICU来的 这个 我想到最后 如果肿瘤控制不了的话 最后临终的处理 也是非常挑战的 非常挑战 那个我倒是想最后 问 那个问 黄教授再问一下 支架的问题 支架的问题 因为这种病人死亡 最重要的原因是 感到的话 因为是阻塞缓挡 然后肝功能衰竭 因为你阻塞控制不住 那么你 你用那个支架放了 就是你看到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 病人支架放的那时间很长 不用那个治疗 不用化疗 他也能够活得很长时间吗 就是说 知道的 那个黄教授 这个问题 也是问得很好 但是我 我也是本来想说 这个 当我西方癌的病人 他很多会引起 胆道的 本身的 下载耿阻 然后呢 引起这个耿阻性的缓挡 对于 胆管西方癌的话呢 放支架 是可以放的 但是呢 这个放支架以后 它很快又会 总就会长进去 所以呢 一般来讲 对于胆管西方癌的话呢 这一类 我们 我倒更多的主张 还是放一个 外引流管 来进行引流 这样的话呢 捡出缓挡 如果你用支架的话 还有一个 它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 它很容易导致 肠道 那个续菌的 逆流到肝脏 病人很容易感染的 所以这个 对于这类的病人 我到更多的主张 是采用 这个用PTCD 外引流的技术 来解决它的患挡 到时候可以 定期的更换 在三个月 半年更换一下 就好了 OK 非常好 很好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要衡量一下 支架 这个病方症的 最后发生 那么现在有很多文献 就是美国 就是你用 放了支架 再放疗 或者就是放疗的 因为是阻塞 我局部放疗 其他 那应该是 还是蛮有用的 就是说放疗 在架 还有腔内放疗 也可以 你放了支架 在腔内 对对对 我们放了 可以 可以结合起来 感到癌呢 还有一个特性呢 大家就知道 就是它其实 比肝癌放疗 更不敏感一些 现在有一些 新的重量 高剂量的放疗 也能够有百分之 就是那种 三起有百分之二三十 靠放疗 那也有百分之二三十的 活过两三年 两三年 这样的 所以或者更那个 所以以后 也许我们放疗 怎么样放疗 高剂量 怎么整合 是一个关键 还有一个环教授 我正好要挑战你一下 一个问题 因为你那个 放金属支架的问题呢 我们正好有病床上 病房里面 有这么一个病人 就是说 因为它毛病 肿瘤已经很需要治疗了 放了金属支架呢 因为你的金属支架 是扩张型的 扩张它扩张的话 那也是会损伤的 那我放了 再放支架呢 我就很怕它 很担心它 这个过程放了的损伤 就会增加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根据您刚才讲的话 你就流管 管制油在那里 管制充实充实 再继续放疗 可能比 可能会比金属支架 更安全 对不对 你是有这样想法吗 对的 对的 你放了PDCD管之后 来进行这个 放疗 如果这个有效果以后 你可以很容易 起出那个导管 但是如果你放金属支架的话 那可能就 这个就起不出来了 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对对对 如果再堵塞 然后你再处理 也很困难的 然后就是说我们接入也有用这个放射性粒子 粒子条放进去那个进行造成 我们腾炎是它在那个挡到粒子支架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 在国际上那个影响也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介入的一个 这个结合支架结合粒子 对 好 那你那个管子 软管子 你有各种管子吗 有的硬一点 的软一点 如果它软管子不行 我放疗当中 它阻塞更加重的 你有什么办法 除了盐水冲漆啊什么的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吗 那也只能去替换支架了吧 如果是堵得厉害 管子 去替换支架 对对对 好的好的 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胆管癌 如果能够支架把它保持通畅的话 那确实 它生活质量会好一些 也可以活得更长一点 那它也会 也许会的 田主任您说 就是我补充两点吧 第一就是 我治疗胆管癌 晚期的转移 有些病人 像我以前遇到个病人 他是转移到胸腔 然后大量的胸水 非常大量的胸水 我在化疗的同时 给他联合了这个 被发住单抗 抗血管的治疗 对于这个病人 病灶缩小 然后胸水的血性胸水 明显的就控制了 这是一个信息 第二个就是 对于胆道 OK 很好 然后就是 另外对于这种胆管癌 出现这个胆管狭窄 有一种 现在就光动力治疗 就这个PDT 光动力治疗 光动力治疗的话 对于这一部分病人 也是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它从一个光纤 就是光纤插入到 这个狭窄的胆管那一段 然后在用完光敏剂以后 用这个光纤 教设以后 也可以使那个胆管癌的 这个肿瘤内部分的胆管 肿瘤细胞坏死 然后胆管可以再通 很好很好 很好 这多学科的专家 感觉这个病例讨论的非常那个了 蒋教授 你看你有点想讲 有什么留言吗 还有 邱教授 你们有 沉主任 没有 没有啦 那我们把 镇磊 转上 给你们 镇磊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们的病人 公众的支持 感谢各位专家 把你宝贵的 礼拜六的时间 给我们的病人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我们这些讲课的 病人的问题 答案等等呢 我们都会在晚上 然后答案呢 并不一定会很完整 因为每个问题都是非常 复杂的问题 你要得到问题 对观众们 公众们 如果您的问题 要得到解决的话 你还是要找到专家 不但找到一个专家 要找到专家团队 只有团队在一起 才能给你最好的治疗 好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圆满结束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主任 我们有些外科医生 就会叫病人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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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在美国 是Saturday morning I'm going to have a big day 辛苦了 孔教授 辛苦了 你们辛苦了 我刚才睡 OK 拜拜 拜拜